荣获教育部补助学生带平板回家 延续学习计划的东方国校 结合多项专案计划 导入四种学习模式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来自全国近50位后用校长前往参访 在校长主任的分享下 了解推动数位教育的心得与做法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年多以来 学校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结合平板 结合载具或延伸学习 我们总期待利用工具 来让孩子的学习世界更丰富 然后也善用教育部的各个学习平台 可以让孩子学得更多 那今天东方国校很荣幸 也有机会跟这些校长们来做交流 数位学习推动的领导 规划 落实等不同层面 克服困难就有成就感 不放弃任何孩子 与家长携手共同陪伴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他们的创课 有他们的数位学习 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亮点课程 我们深切地发现到 帮助孩子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但是如果能够结合数位 英语 双语 这样的时代趋势 更能够帮孩子连结国际趋势 帮孩子开创更无限的未来 这么小的学校 我可以有这么丰富多元的发展 都可以让我们在后用校长的学习当中 收获非常的多 教育处全力建置硬体和师资培训 全心全意为孩子的学习把关 也期许各校带领孩子迎向AI未来的道路上共同迈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